非常歡迎大家再次收看卡比日報的香港POKEMON GO PVP協會節目 我們今天繼續和大家講PVP 剛剛出了一個表 就是2500CP以下的PVP比賽 或者Ultra League比賽中最好的精靈 這個網站是很多玩PVP的人都推崇備志的網站 我做一個很簡單的簡介 他們用了電腦的數據和模擬作戰 去計算出哪些精靈在2500CP以下的比賽中表現最好的 左邊的就是一些表現好或者數據戰績好的精靈 右邊就是一些隊伍的組合 建議新手你們經常問我怎樣組隊 你跟著右邊的表去組隊就沒有死了 你連熟了右邊的隊伍 你隨便選一個隊伍 沒什麼所謂的 連熟了才可以再慢慢加入自己的創意 或者自己的喜愛的精靈 我覺得是一個好的起步 作為一個新手 我們輕輕說一下 表現最好的精靈就是急凍鳥 要配搭的技能 1技是I-Shark 2技是I-C Wind和Ancient Power 急凍鳥的厲害之處就是 I-C Wind第一攻擊力是相當之高 其次是可以降低敵人的攻擊力 所以I-C Wind是一招不能忽視的 十分之強大的技能 然後第二位和第五位 都是很厲害的鬼龍 背背龍原來都有極之好的表現 背背龍有個麻煩之處就是 不好意思 背背龍的技能都是絕版的 分別就是I-Shark 或者Ice Beam 如果你是後加入 最近才開始玩的朋友 你就可能要找一些玩開的人 玩開的朋友跟你交換 很多玩開的人都會有這些絕版的背背龍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有些特別的活動 就是絕版背背龍的 很多訓練員都有的 希望你找得到 然後其他的就不詳細講了 好嗎 事不宜遲 立刻開始我們今天的節目 我們今天的標題就是 背背龍大戰鐵甲背 意想不到的形勢的大逆轉 我們和早兩天都一樣 會看五場比賽 如果你心急的話 可以直接跳去 看第三和第四場 第一場比賽是背背龍對著巨鳥王 背背龍原則上是贏巨鳥王 要留心的是 那隻巨鳥王什麼時候出 Sludge Wave或者Earthquake地震 因為兩招都會對背背龍造成極大的傷害 怎樣數呢 就是你要數巨鳥王的小技有沒有八下 剛才我們數到他有八下 我相信他很可能會出地震 或者Sludge Wave之類 所以我開了盾檔 然後我背背龍為什麼存了技這麼久呢 到現在這一刻才放有兩個原因 第一 就是因為去到這個水平 去到第九級 Rank9或者Rank10 甚至是的選手 很多時候他們都會判斷到 敵人是什麼時候出哪一招的大技 Surf這招大技 如果我打出去的時候 他換入一隻奇異花 去吃我的Surf 就會浪費了我那一招 因此我再放多幾下Energy 然後我才出Surf去打他 我就確保他沒有意換人 他沒有意換走自己的精靈 我才用Surf去打他 第二就是當我不斷 比正常更多Energy 或者我有一個新的詞語 我叫Overfarm 當我Overfarm的時候 其實是會令對手很難判斷 你第二次出大技和第三次出大技的時間 所以我現在採取的辦法 通常我都會Overfarm自己的招式 然後背背龍蠟蠟蠟 差一下才有Surf 十分可惜 我想我會被他的Body Slam 這個泰山壓頂打死 但不要緊 我們後面還有極之強大的飛機和腦噴 如果我沒有記錯 我應該會出飛機 為什麼呢 第一 飛機很厚血 相對於噴火龍而言 他不怕捱卡比獸的大技和小技 第二 飛機需要存放的時間是十分之久 他要成6下才能存放他的大技 第三 飛機的一技是十分高攻擊力 我想只用一技都夠殺死卡比獸 但卡比獸是十分癡 他只能把飛機打到紅血的狀態 所以我要派一隻噴火龍進來 假設他再出多一次Body Slam 我都可以用噴火龍去吃他的大技 現在我的旁述是追不上比賽速度 因為現在對方的卡比獸已經死了 換了鬼龍進來 因為之前噴火龍都賣了一些 energy 所以對著鬼龍 一點都不處於劣勢 所以我就不斷用龍爪去噴火龍 在這裏我好像當時是不擋 為什麼呢 因為雖然他的古力可以一擊殺死我 但我想留回我的資源給我最後的飛機用 因為飛機是黑到鬼龍 所以我相信飛機的大技加小技兩招一起合作 是可以殺死鬼龍的 所以我寧願被老杏死 我都要保留飛機 不知道是我判斷錯還是怎樣 對手最後都是出龍爪 所以我都是勝券在握 當然是可以了 我試一下第二場比賽 我的旁述 先說快一點 希望我不會說得太混亂 因為我經常說話都慢了半拍 我追不上比賽速度 我怕你們聽得辛苦 第二場比賽 我的陣子就不變了 我也是找貝貝龍做league 為什麼這樣做呢 因為我昨天那一集 試過找飛機做league 效果相當好 我今次試過找貝貝龍 這次貝貝龍對著鐵甲貝 我是沒有遇過這個組合 這是一個相當有趣的組合 我自己也挺喜歡鐵甲貝 所以我對他的技都略之一二 雖然我沒有去偷看資料 據我了解鐵甲貝如果我沒有記錯 他三招技能 就是頭技和尾技 大技 都是兵系的技 而我知道鐵甲貝最強的 就是兵技的IC win 可以降我攻 我也是追不上旁述的速度 我犯了連續兩個錯 因為我貝貝龍要儲到serve 要四下 而他要儲到IC win 是需要五下的 而我和他的一技都是i-shark 是一模一樣的 簡單說 就是我儲起一定是快過他的 但我剛才解釋了 因為我習慣打比賽 我是overfarm 因為我怕他換人 在我overfarm的時候 我就已經中了他兩下的IC win 我每次出這個serve 都是在我被降了攻 我才出那個serve 對我這方來說 是很吃虧的 因為如果就這樣 大家鬥磨的話 理論上是應該貝貝龍贏 因為我被他降了攻 才打下去 最少兩下serve 我現在的血量是多過他 也挺多下的 所以如果貝貝龍 理論上是贏之餘 我應該就不要蝕給他 我應該就是 神這麼早 在他出IC win之前 我就要出serve 然後我就繼續 很悶的一場 不是很悶的 是很有耐性的一場比賽 我就不斷 竭而不捨 用serve去打他 我知道他反正也殺我不死 因為他無論出IC win也好 他出另一招兵技也好 他也是對我不死 所以我有 就讓他打 而且他對自己的精靈 也是相當熟悉的 因為 他是用了四次serve 不是 用了四次IC win去打我之後 他才轉用第二招兵技 因為他第二招兵技的攻擊力是高一點的 為什麼他用了四次IC win打我之後 然後轉用第二招兵技 因為你降別人的攻擊力 最多是降四次 這是一個不是認真準確的說法 但你先相信我 你用IC win去降別人的攻擊力 最多是降四次 你降五次的效果和降四次是一樣的 所以他轉了招兵技 剛剛 我打到尾的時候 我就換走了我的背背龍 換入腦噴 我的原因是因為什麼呢 因為我那個背背龍 其實是吵了很多氣 所以我就換入腦噴 就希望找一隻腦噴去殺死他的鐵甲背 但剛才可惜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這隻腦噴下來了的時候 我是趕不及殺死他 他出了一下IC win打我的腦噴 對我這一方是一個極大的傷害 因為我這隻腦噴被他降了攻 所以他可以肆無忌憚地不開盾也不用怕 最後我迫著派飛機來應戰 我估計他吵了這麼多氣 很大機會是Ancient Power來的 但他竟然出龍爪 我被他騙了一個盾 好 又再次發功 因為我之前用了一個罩 所以我決定不擋 但可能我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因為他用了Ancient Power打我 所以我扣了很多血 好 最後他找一隻花去招呼我 對我這一方來說是大問題 因為花理論上都算是黑這隻飛機 他繼續在這裡存起 再重新提一次 不厭其犯 七下就是Francy Plants 八下就是那個Sludge Bomb 好像是記錯了 七下還是八下呢 我先查資料 好像真的記錯了 死火了等等 我現在有些背景音樂 不知道大家聽得清楚 因為我之前試過幾次的背景音樂 就調得太大聲 我好像沒有記錯了 六下和七下 奇異花就是六下就是Francy Plants 七下就是Sludge Bomb 然後對第二個選手 這個叫Hard Shade Eyes 心眼 他叫做心形眼 我繼續背景音樂 他竟然跟剛才那個選手一樣 都是出鐵甲杯 因為我第二次遇到鐵甲杯 所以我懂得打 今次我無論如何 都會用Surf去打一下 我懶得讓他降我的功 在這裏 我覺得需要少少的賭博成份 因為他有權 我出Surf的時候 他換人 但他沒有 他留在這裡吃 他就專心把心一橫 他專心一意 就打算找這個Icy Win去打我 那這裏 我之前對過他 我可以做一個很簡單的評價 我覺得 這個對戰組合 是他的鐵甲杯輸的 雖然他可以降到我的功 但結果他也是輸的 而且我相信他是輸到一敗塗地的 因為我相信 在我打死他的時候 我的貝貝龍是會存了很多氣 因為剛才你都見過 貝貝龍原則上 是佔很大的優勢 對著他的鐵甲杯 我不管了 我覺得他跟剛才那個選手一樣 都是不斷放鐵甲杯 所以我的策略 就不斷找這個SERF去打他 無論他找Icy Win打我 什麼打我都好 我都不理他 另外我現在盤算的東西 就是什麼呢 就是在我 待會第二部棋 和第三部棋 我第二部棋是什麼呢 就是 我相信第一部棋 就是我的貝貝龍會殺死他 第二部棋 就是 我殺死他的時候 我的貝貝龍會生氣 是不會放棄 是不會出招去打他第二隻精靈的 因為我打來都沒有意思 因為貝貝龍已經被人說了四次攻 所以我會換走我的貝貝龍 這就是我的策略 第四點 我現在在思考的是什麼 就是 我要預判哪隻精靈 會是一個比較穩固的SERF SWITCH 什麼叫SERF SWITCH 就是 因為待會我的貝貝龍會換走 我換進來的精靈 他最少會硬直在比賽場地 60秒 我是不可以再換人 我要停60秒才可以再換人 所以 我想一隻比較安全的組合 我看到它是一隻大力媽 我換了腦噴 腦噴就擺明不是嚇死他的大力媽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做呢 因為 我明知道我的飛機是可以嚇死他的大力媽 如果我的飛機入了牆 他大力媽看到我的飛機 他大力媽就馬上離開 他換第三隻精靈進來的時候 很可能就是他第三隻精靈 就會被打倒我的飛機 如果這個情況下 我已經沒有精靈可以再對付他的大力媽 所以我派了一隻 我叫做Soft Counter 的精靈 即是 贏不完 或者是贏不到對面 但會對對方造成很大傷害的精靈 這隻就是腦噴 我現在腦噴出來的策略 就是 盡可能地扣球中 盡可能地扣他最多的血 或者 浪費他最多的盾 我這隻噴火龍都做到的要求 因為我已經浪費了他兩個盾 好 然後 這裡我有少少技巧 我想重播給大家看 唉 屁 好 那我就決定了開盾 去擋他這一刻 Ice Punch 因為我不想噴火龍死 因為噴火龍是存了很多氣 現在暫時 好了 然後我右下角的鐘已經可以換人了 大家看看 我現在右下角的鐘是可以換人的 為什麼我沒有馬上換飛機到場呢 因為我不知道他第三隻精靈到底是什麼 但現在我有一點我很肯定 就是他距離他下一次出Ice Punch的時間 約會是三到四下的細技 我現在就數著對方 大概他出到第三下細技的時候 我才換我的飛機進來 去吃他的Ice Punch 我的目的就是想幫腦噴在這段時間那裏 儲最多的氣 因為他的一技打到我腦噴 就完全沒有傷害 是不是 好了 繼續看下去了 數著一下 兩下 三下 果然我的判斷是對的 三下之後他就出Ice Punch打我的飛機 雖然是Super Effective 但也不用太害怕 因為我有很多血在身上 逼到他馬上換人 他換了一隻鋼樹 現在我的飛機都沒什麼好做 因為對著他太厲害了 他的鋼柱實在 我只能夠盡量削減他的血 他先出技 我就讓我的飛機死 好了 因為對手一吵到氣 就馬上放了那個Flash Cannon 所以我現在很肯定 他下一次出Flash Cannon的時間 約會是真實時間的六秒鐘左右 所以待會我腦噴到現場 我會儲大概五秒鐘的氣 然後我才會殺死他 數著 這裡也是另一個技巧 就是蹲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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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 我發現那個計時 現在大概還有二十秒左右 才可以再換人 因為我現在有一個盾 還有一隻精靈在手 如果我可以再換人的話 我可以換背龍進來 去幫腦噴擋對方的大技 可以保護腦噴 腦噴不用死 數著 一千零一 一千零二 一千零三 一千零四 一千零五 好放大技 就算我在第六秒鐘先按也好 我都不用太過害怕 因為如果大家同時出技 肯定是腦噴出先 因為腦噴的攻擊力一定高 比對面的鋼柱 儲了很多氣的腦噴 人家的大力蜜進來 又可以立即再放多一次 我就選擇放Blast Burn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放Blast Burn 會扣得多過這個龍爪 好 果然扣了很多 大家看看 再看一次 好 腦噴出Blast Burn 都扣很多 看到扣很多 如果龍爪 應該沒有這裡那麼多 扣得 時間也夠 順帶一提 講多一點 我這裡 我原本的策略是什麼 就是我腦噴出Blast Burn之後 馬上換貝貝龍 下來 貝貝龍出過Surf 也好 出過什麼都 應該都夠打死他對面的大力蜜 這就是我原本的策略 但不要緊 最後是時間 時間判我贏 為什麼呢 因為對面是沒有盾 只有一隻大力蜜 而我 是有一個盾 加兩隻精靈 所以 在時間的情況下 他會判我贏 因為我在場上的資源 比他多 好 如果我沒有記錯 現在應該是去到最後一場比賽 對這個 Ace Trainer S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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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又贏了Lead 因為貝貝龍 對著巨鳥王 貝貝龍 佔著巨大優勢 和剛才一樣 剛才也有教過大家 唯一擔心的就是 他的巨鳥王 貝貝龍 要數著他有多少下 八下 好 他換了這隻 Crysillia 中文我又不記得是什麼 什麼 什麼 美夢神 是不是叫美夢神 因為 我後面的精靈 其實對美夢神 都沒有特別大的優勢 所以 我現在判斷的是什麼 第一 貝貝龍不用走 第二 就是 我要合我三隻精靈之力 大家都平均地承受對面的攻擊 然後合三隻之力去堆死對面的美夢神 這就是外界的策略 再留心一點 就是這個美夢神 他如果存七下氣的話 他有一招兵技 八下氣的話 就是第二些技 可能是一招妖精系的技 可能是一招念力系的技 那我就數著 他大概第六下 我就會換第二隻精靈 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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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技的話 我是不用擋的 我是不用擋的 那 我當時在想的事情 可能就 我覺得他應該對我的貝貝龍不死 所以我任由我的貝貝龍吃 然後同時 再放大技 去打他的Cresidia 放完大技之後 我就要走 為什麼我走 我剛才也解釋過 我要 不可以用一隻精靈去對他的Cresidia 因為用一隻精靈去對他 是沒有好處的 因為我沒有任何一隻精靈 是可以單挑 打贏他的Cresidia 打贏他的美夢神 所以我就 換一隻精靈 我找一隻 體力充沛一點的精靈 去對付他 然後他就換了巨點王 如果我剛才沒有數錯 他是六下左右 其實我應該不需要開盾 因為他只不過是儲了六下 剛才是 我這隻盾 我覺得我是開錯了 但不要緊 現在 馬死都要落地走 現在唯有靠飛機 就盡量扣他最多的血 我心想到這裡 我都死定不用等了 因為對方很可能會有 Sludge Bomb招呼我 但竟然他反第二句錯 他是出Hydro Cannon打我 Hydro Cannon是不能夠 一擊殺死我 所以他給了很多空間 去扣他更加多的血 他可能是德不常失 就是他為了省一點 省一點資源 然後我判斷到 他這個精靈應該 說不出第二下 Hydro Cannon 但不是的 這部我也很精彩 不好意思 我這樣稱讚自己 好像很懶惹 這裡大家看看 重新來 我判斷到的就是 我的噴火龍 是不能夠用小技 去殺死對面的 因為 他是雙抗噴火龍的火 對面的巨鳥王 但是我知道一點就是什麼 他的一技 是對我噴火龍 完全沒有傷害的 而他距離下一次 就是巨鳥王 距離下一次出Hydro Cannon的時間 大概是三下的小技 因此我數著對方 他出了第三下小技的時候 我就馬上換貝貝龍 進來吃Hydro Cannon 這樣做是一石二鳥的 第一 我那個貝貝龍 不會承受太大的傷害 第二 我腦噴火龍 是儲了一些氣在身上 幫自己 OK了 看看怎樣做 噴火龍進來 數到對面 1 2 3 走 好 果然我的判斷也是對的 因為我的噴火龍的確 是殺他不死的 然後這裡 我吃了Hydro Cannon 他也是殺我不死的 好 他那隻美夢神 就落到來了 我就不管了 他出什麼 我都要出大技 要麼他死 要麼他又開湯 他選擇了是死的 好 然後到最後 他換了這隻 爛泥 進來 我出Serve 也是沒有錯的 那 我覺得對手 是玩得很精彩的 他這一場 因為他到現在 一個盾都沒有開過 十分之厲害 那 雖然我的噴火龍 坐了一些氣在身 但現在都反雲伏述 因為一隻沒有盾 噴火龍 是一隻沒有牙老虎 尤其是對著 對面有盾 噴火龍是更加慘的 如果對面 是已經沒有盾 我噴火龍 當然可以KO他 噴火龍 是可以KO到大部分的對手 如果對面沒有盾 但對面有盾 還有兩個 我是完全搞不定的 話雖如此 大家都可以欣賞一下 噴火龍的攻擊力之高 是多麼厲害 因為對面 是已經 你看 我的噴火龍 是已經殘血的情況 都打到對面 打到對面這樣 噴火龍的攻擊力是多麼高 對手打得相當之好 我覺得我自己 能夠做應該做的事情 都做得很足 但 都輸給他 真的輸得心服口服 這一場 原來第四場 還有一場 對這個 就是 Falz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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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讀錯你的名字 希望你不要見怪 最後一場比賽 背背背龍 對著鬼龍 我覺得是五五波 為什麼呢 因為背背龍 要儲得 Ice Beam 才可以對他做成 Super Effective的攻擊 但Ice Beam 是一輩子都儲不到 他出奇異花 其實背背龍 對奇異花 都是一個五五波 所以我背背龍 不走 同時 我希望 騙他一個盾 我儲得 Ice Beam 六下 才能儲得 Ice Beam 我儲得 Ice Beam 但我按四下 才能儲得 目的就是騙他盾 騙到 背背龍的目的 也做完了 好 我就很厲害的戰術 我數著對面 就是去到 大約第六下 第五六下 左右 今天就換背背龍 用來吃 好 一下 兩下 三下 四下 五下 對面 只是出了五下 我當時 都是數到對面出了五下 我是不明白 為什麼 他又會出到大技 到底是我判斷錯 還是怎樣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正路是六下 才能出到 Francy Plant 在這裡 我幫對手說話 有可能真的我判斷錯 因為他之前已經出了兩下 Francy Plant 可能他有一些 Energy 剩下 所以到第三下 就不需要六下 世紀才能出到 Francy Plant 到第三下 即到第三下 Francy Plant 可能是五下 世紀已經出到 也不定 這又可能是我判斷錯 我現在就驗證不到 給大家看 因為我都沒有 驗證不到 總之現在是 但無論如何 下次我就會聰明 如果我早知道這個情況 我會提早 用龍爪去KO他的奇爾花 算數 免得他又扣我的血 對著鬼龍 很禮牌 我就放飛機進來 對方可能是一個判斷的失誤 因為他有可能想出 Ancient Power 但他出不及 飛機對著鬼龍也好 對著爛泥也好 都是佔著極大的優勢 我一點都不需要擔心 這兩隻東西 所以我基本上都要聖券在握 我們快鏡 不如好嗎 我還要找背背龍 和飛機去SM 兩隻一起 所以我想不贏 贏了三場 都一個不錯的成績 我暫時的分數 是升到上去 3321 距離 上到3500 還有很多很多的距離 真可憐 不知道我上不上到 希望我做到 亦都多謝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就去 Subscribe 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還有 Follow我們的Facebook Page 還有 給我們一個讚好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影片 對你打PVP是有幫助的話 好不好 今天分享到這裏 下次再見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